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这样我还拒绝朋友 我还算是人吗 所以我就这么简单的加入了爱多美 但是三四年后的今天 我的收入越来越高 我的老朋友知道我过往的情形 我结婚十几年来 因为经济来源都是先生 我自己知道我没有收入 先生又很辛苦的工作 我们看得出来是很有良心的人 都舍不得花先生的钱 都是这里省 那里省 省省省 那我的老朋友知道我这些状况 这几年他也看到了我的转变 他就问我说 我好好奇你是怎么越来越有钱的 我跟他讲说 我很珍惜小钱 在起初的爱多美 我跟大家都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才领到两千元 但是我从来没有轻看过这两千元 这两千元的价值对我来说是很高的 或许你们常觉得听到有些人说 爱多美 今天等一半呢 今天很小 做那个不要做啊 浪费时间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 起初我两千元 四千元一个月 这样子持续了好久 将近都快一年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坚持持续吗 其实你们都想不到 我一个十几年的家庭主妇 我有什么样的那么智慧 会想说以后会倍增到国外市场 会有多少收入吗 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些 我很单纯纯粹的想要这样子坚持下去 只是因为我觉得四千元对我来说 就很有价值了 我可以自己去运用做很多 我可以去做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持续的坚持 现在我的收入是四千元的二十几倍 谢谢 那这三四年的时间起初觉得很漫长 但是现在我站在这里 回头一看觉得好快 快的我几乎忘了我是怎么做的 怎么走过来的 快的我忘了有什么辛苦 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 但是其实每个人在经营爱多美的路上 都一样都一定会有不开心 会有觉得辛苦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很多很多 只是说现在我都选择忘记 记得一些些小小点滴跟各位聊一聊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共鸣 在第一年我很省 所以你们不能想象 我骑的摩托车有多么的破旧老旧 我那个老黑前面车壳 颜面伤残超严重的 整个都破裂好多痕迹 我还拿胶带把它黏一黏 上面还黏着一些蚊子的尸体 好几只啊 那个时候我的小儿子才幼稚园小班 三岁多 那平常的交通工具 我就是让他站在摩托车前面 起初在经营爱多美千杯服务 在夏天日震当中很热 我去幼稚园接他放学 之后就会顺便到中心去领货 中心领货 因为我很在意这个零用钱小钱 我也都很专注认真的工作 所以我就领了一堆货 把它放到找箱子 瞧一瞧空间弄一弄 刚刚好我还可以载得回家 在我跨上摩托车要发动之前 突然感到一股寒意 我的摩托车旁边小儿子 站在旁边眼睛大大的看着我 我才想到我还有儿子 那怎么办 就把身上的防晒外套脱下来 把儿子绑在我的背后绑得紧紧的 然后就颠颠勃勃这样子一路骑回家 回到家我们母子两个都满头大汗 身上皮肤晒得又辣又痛 常常这样忘情的工作 又有一次伙伴说他想看三一六锅 我就又把三一六锅 再在我的破老黑前面骑出去 一骑出去没多久就下雨啦 那下雨锅子上都是雨水 伙伴看了第一眼印象不好 他会不想买 我只好呢就把雨衣把锅子包得很完整 自己没有穿雨衣 这样一路骑雨越下越大 到了目的地 我都淋成落汤漆好狼狈喔 然后呢那个锅子捧得好好的 捧在那边站在那边 结果电话打来了 下雨了我们通通不过去了 那还有一次呢 朋友打电话说 我想办一个烤肉啪 我给你准备一张桌子 你来摆爱多美的商品 我想伙伴听起来好像很有心要经营 我一定要帮助他 所以我又找了一个大行李箱 把所有的商品装到行李箱 然后呢又站在老黑前面 脚开开的一路骑骑骑 骑好远去 到那边的时候 他们真的一群人在那边烤肉 果然给我一个桌子摆 结果呢摆好了之后 也没有人来招呼我 我只好尴尬了好久 又把东西收一收 放到行李箱里面 拖着说我先走了 烤肉的人说 空姐你要走了 这些尴尬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有 可是我选择把它忘记 我选择在意定金的事 跟我很合的 很快乐的人事物上面 所以不会觉得辛苦 上了销售大师之后 又过了一年多 我还是一个很不争气的家庭主妇 我从来没有企图心 想说我还要再挑战钻石大师 十几年没有工作 一个auto的销售大师 我觉得我人生已经很好了 但是在去年的一月底 我爸爸重病的最后十五天 我真正见识到了被动收入 那十五天我在医院 都没有出来工作爱多美 但是那一期正好是一月下期 我的收入跟我爸爸的收入 他那时也是销售大师 我们收入都是以往最高的一次 我真实见证到原来消费者 自动持续购买这个运转系统 不会因为你不工作而停止 那第二个我又见识到 真实见识到爱多美的继承 我的妈妈继承了我爸爸 现在持续领着被动收入 我以为我应该今天不会这样 那当我爸爸过世 其实我很悲痛 但是我没有让自己沉沦太久 我想到我爸爸 谢谢 我想到我爸爸 他花了这么多钱培养我 念这么久的书 可是我一毕业就 没多久就做了家庭主妇 一直让他这样子担心 那我又想到他病重的时候 已经很虚弱了那用力的点头 赞许我出去各县市分享爱多美 我希望他在天上仍然还能够放心 所以我不想 谢谢 所以我不想要辜负他 我不想要再停留在原地 所以呢在下个月我马上就设了目标 我要上钻石大师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动力是很强的 他会帮助你达到 所以我就顺利地进进了钻石大师 那么谢谢大家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聊一聊 如果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你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 在你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想着自己 你一定会没有动力那么的坚持 你心中必须清楚地刻画你所爱的人那张笑脸 也许是家人也许甚至有伙伴说 我是为了那群狗都可以 你把你所爱的人的笑脸刻印在你的脑里 如果你希望未来他们能然有这样子 没有忧虑的笑容 你就会勇敢 你就会认真坚持 你就会有坚强下去的理由 跟大家分享最近一个喜悦 我在星期三的时候 我才刚下定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新车 四月份我会开着他去看我的爸爸 那我期许各位跟你的家人能够尽快的在爱多美 也有这样的丰盛人生 那我们一群人在这里心愿汇流 汇成一股很大的能量 所以2019年你们一定会夺下人生的锦标 好不好 我们期待下个月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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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